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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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所有的我们的节目 在这里确切的说明 确切的意见 共同的一个意见 如果没有确切的安置情况 我们请求把这个案退后 结果同意 如果你们判断他同意的话 我们就认为没有政府的 我们没有老百姓的 这个政府一定不行 他们要回来理所当然 你看那些老弱的人 人家搬出去了 我想去看他们 我找不到他们 一个住戴水 一个住墓葬 你叫我怎么跑 但是我就有这一块地 让他们回来 我去看他们 你们去看他们 都很好 都很容易 我们目前的 这个都市计划的这个规定 往目前其算的计划 确实是没有建筑 在ADI 好 重点 对 那 OK啊 那过去这些过去的长官 都是放屁吗 这件事 可以不上屁吗 市长 我们正式行为到中央 我们确实表达台北市政府的立场 要求中央 妥善处理八方申计 六百多户 居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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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听到没有 大家听到没有 不是过去市长 这位是好先生 大家再提一次继续 各位有听到一句是安市来的事吗 没有 各位 各位 我们还做什么全球大控呢 这个西部计划就这样子过了吗 不是 在公展一次的时候 把这些 这些 我们居民 人居民要回来的 这个条件 设在里面 我们再来把它送回去 再把它送交审议 那不然的话 你们说你们的行政系统 做的他们根本不理你 你怎么办 台北市长 的候选人 其中发展了丁守忠先生 洪光远先生 还有顾立雄先生 还有许千台先生 还有杨文志先生 那 下周那个 柯文哲也跟我们约的时间 也会跟我们签 他们这些就是未来的市长 会当选人 这些人都跟我们签署了 赞成我们园区民 必须回来 跑到我们的居住 这样的条件 那我会把这份签署书 转交给你 对于这个回费的部分的使用方式 在西部计划书 确实有写明 那他是用在政府机关 市政建设 以及公营住宅的 储备基地使用 那这个部分我想 进化书里讲得很清楚 那各位讲的安置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想 發言这边 就我想 我代表的这个部分 没有什么 没有办法在这边跟大家承诺什么 因为我们今天是 因为我们做的时候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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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没有成功的话 你们就过关 你们就死定了 那明天我们就到政府也去 学成 那个 你们做官的没有细用 你要怎么把事情去守防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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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议员帮帮忙吧 其实依照现在的法定规定 就是 都进委员会 光是都进委员会 审查是不够的 我们建议 应该要招待专案小组 由专案小组来进行 华工社区 就是最快肯定 系部计划面分的审查 以及招待议政会 这都是法定有没有趣 可以继续跟民众 进行这样的通对话 有机会 这个部分 我想我们可以 展达给多区奥委员会 那要不要复委到专案小组 这部分是多区奥委员会 这边的全责 那他们在大会讨论过以后 他们就会 省意一个处理的方式 包括远南的区民 包括住在附近的区民 关系未来台北市的区民 其实 有的他们都很支持 未来华工这个地方 必须要有回应社区需求的设施 包括公营住宅 包括服务社区教育 包括官邦费 活动中心这些的设施 这个是回馈的土地资源 最基本需要做到的事情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要说的是 我们现在的这一阵 特定专入区的西部计划 其实 我是水柱计划的 那就从不是计划的角度来看 它根本上有很大的问题 它是一个没有特定目标的特定专用区 其实你从它的名称上面都看得出来 你不知道它为了什么目标而特定专用 那如果你看它内文列出的四个计划目标的话 第一点促进观光 第二点促进土地有效利用 第三有关于开放空间 第四是有关于国化资产 那我必须要 我必须要指出来的是 这里面的第二点和第三点呢 其实都是不必要写出来的 基本上你要做都市计划 就一定要做到这件事情 那你列出那些计划目标 其实就很像是说 我们该绑子的目标是我们不要绑 这些其实不能够叫做 一个特定专用区的计划目标 那我们其实要建议的是 既然未来这里有宝贵的回馈土地资源 可以来做供应住宅 可以来做安置的事情 其实这些东西 合不就清楚的列在计划目标里面 不要在文字上面违避这些 大家现场的居民最关心的这些事情 第三点我要说的是 其实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是 好不容易争取回来的这个回馈土地 很轻易的被市政府卖掉 大家都知道土地是最宝贵的 那 卖回来的钱其实一下子就用完了 而且不知道会如何的蒸发 那希望千万不要是轻易的把它 变成私有化的回馈一下 市政府对于开发特资或特资的这个 这个发案组现在也说不出来 然后再来是很多民众关心的说 那公营住宅的部分的入住的对象 基本上我们公营住宅的部分呢 都有入住的对象都有一定的这个 就是适用的这个条件 那但是我们今天开这个说明会呢 确实非常多的民众希望能够现场 就是说能够希望在县地做安静 那这部分呢 市政府办案组这边会把这样一个意见带回去 那原则上在一般的状况呢 公营住宅就是你要符合入住的条件 你就是去抽签 就是必须要抽签 然后呢 还有就是居住年期有限制 那至于说我们华瓜原来的这个县住户 可不可以未来这边如果有盖公营住宅的话呢 然后优先来做入住的这部分呢 市府还要做专案的评估 也不是我今天能够承诺的 对于华公的这个 呃先住户的这个要求的这个事实 其实我们市政府相关单位 还有就是我们的国材宣或法务部 其实我们都听到 我们已经讲了一年了 虽然议员都拜访了 书市长都也拜访了 但是都没听到 我们怎么把这次会听到 这次没听到下次就过了 对不起 你们这都哭嚷我啊 不是 真的